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3-1 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 今次是很贴地 就是讲散指 这个话说是由苹果新闻报道开始讲起 他说他们做过一个很简单的调查 发觉现在香港 他做过一个简单调查之后 有八成的店铺都已经拒收1-2毫 甚至连5毫有些店铺都不拒收 接着他就顺带一提 原来我们现在政府 每年都要用以亿计的公帑 去印这一个散指 1千万而已 sorry 讲错了 用千多万去印这些散指 都没有人用 那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改革取消1-2毫 最低限度 我觉得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搭巴士怎么办呢 就是搭巴士加价 因为巴士很难计 每年加价就5% 你试试每年加5毫做底 一定人和你拼命 加4毫都可以 加5毫就不可以 没错 所以实际上你没办法买 有很多东西你都没办法买 所以日本到现在都是1日圆的 日本到现在都是1日圆的 我记得他那个 京安之田堂 唐吉罗打 现在改名叫京安 Tonky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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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日圆的 他有一代 1日圆的 你叫你拿不准超过4个 你可以拿去找数 就是找到消费的 所以你这些散指负币 你没办法能够取消 先讲个个人经历 当然现在基本上豪指 豪指有些什么情况 有些什么地方还是一定要用的呢 搭车是一样的 听前刚才周显大致说 加价其实就是因为你尽量要将 加价的幅度去压低 所以几毫都可以和你计算的 吃饭 有时10% service 你所说的也是豪指的 10% service 他都可以 计算的 另外一个就是超级市场 因为超级市场的价格 就太激烈了 有时贵的1号就1号 2号就2号 他还特地说9.9 这是一个行为经济和心理上的指标 所以超级市场就一定要有豪指 或者搭车都是 但基本上大多数的店铺 其实现在都是他收豪指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豪指存回到银行 现在的手续费也是存在的 我最记得 我现在很讨厌 我说的亲身经历 我买面包 现在还有很多面包店 都要2.7 2.8 他的价钱就是豪指 但是我付钱就不能给豪指 我真的很生气 我心想我付3元 你就找回2号给我 但我2号又不能再在你的地方用 就是玩东西而已 现在很尴尬的地方就是这里 越来越多店铺 你又不用豪指 但是你的价钱又设到很宁丁 当然这个问题是随着电子支付 或者百达通 都应该会慢慢越来越多 所以我明白以前的人是怎么说的 在我读历史 在很久之前 那些人最小的单位是铜钱 但一个铜钱我估计都为现在十多元 不是低的 铜钱即是一两 一千个铜钱即是一两 所以我都不明白以前的人 如果是买很少的东西 究竟是怎样的 我都不明白 以前最小就是一个铜钱 因为以前交易是很少的 都是以物以物 也不过 可能有一大堆 所以亦都这么说 以前的人看电视剧 那些人说一文钱其实是错的 不是一文钱 是一元钱 是一元钱 一元 就是一元 现在的一元就这样来 为什么一文钱 你看字 那些人说文字是读一元的 明白吗 一元钱 我给你一元钱 根本就不是读文 那些人看字全部都错了 以前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 硬币就牵绍到另外一个概念 它和纸币不同 因为硬币的成本是很贵的 纸币就是因因素 硬币的成本很贵 但是硬币有两个问题 就是它很容易被仿造 但是它是耕用很多的 如果那样东西是不停地用来用来用去 纸币很快 所以现在就发明了交币 10元银其实以前就是 我记得当年香港 因为他觉得通胀很高 因为我记得回归之前 有700%一年的通胀 他觉得迟早10元银等于5元银差不多 那么贵 那个面额差不多 所以就出了10元银 但是后来就发觉 回归之后 那个通胀就急跌 接着就发觉 10元银原来要仿造的成本很低 那时我还记得 和我仿造很相似 是的 和我仿造很相似 其实似不似你都吹不胀 因为很大 当然 不是很容易仿造得很相似 我记得我以前 有一间学校的小卖部 他说 我内不内就要把10元银和学校抢 因为他发觉 我如果拿10元银入到银行 他很快就验到很多10元银出来 于是就会令到他亏大钱 学校条数反而又亏得起 所以他们就会抢给学校 另外当然也有一个不成文规定 就是你明知10元银是假的 你都会拿去继续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拿到银行就玩完了 但是一天这个硬币没拿到银行 我们就 sea всеhhhh全都用 所以最后10元银 现在都被全面回收 又变成交幣 我先说一下老援 包括银行行币 ו 一个基金经理很厉害 他就发现这个市费的价值很高 而且只会升不倒了 他于是当国防空间 他买入其中 guer 产权的价值港币 但不浏费 因為那本書也寫,那個人打電話問他為什麼要? 他說因為我喜歡,結果到最後都給了他,他就放在家裡等升值 這件事當然非常好笑,但問題是我們不可以放效,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倉去存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世界最,我研究過最幣值最大的 還有那個硬幣的面值最大的,不要計算金幣那些,如果鑄幣做假幣是賺最多錢的 就是日本的500日圓,500日圓即是現在三十多元港市 三十多元港市,那個做幾雞,香港10元都可以賺,日本的500日圓 那個500日圓厲害,我整個廠房真的老老實實說 只有日本人才可以做,因為日本人是很老實的 如果不是沒有辦法,能夠做得過一個,如果香港做中國做給別人的房就瘋了 說回少許日本,因為日本人就沒有喜歡用電子貨幣,信用卡這些 所以他們對硬幣要求就很高 就是真的,你去日本付錢,就真的找回1日圓、2日圓給你 所以我經常都想,你將那個消費稅由8%加到10% 其實在日本貨幣的交易成本裡面,我覺得是降低了很多 起碼有很多的貨幣的回合,就不會那麼靈丁 日本很注重貨幣,日本紙都比較漂亮 日本的銀紙很新的,很喜歡 我看到很多香港人去到,一去到之後就覺得很羞恥 日本的銀紙很漂亮,他們是很不珍惜日本紙的香港人 我都覺得是很羞恥 所以日本,我聽戴錢說的,他們都有一個經濟指標 如果在停車場上,那個收費庭收的錢,越乾淨就代表那時候的經濟越好 他說現在日本雖然股市很好 但他們那個停車收費庭收的錢,全部都是很皺和很骯髒 其實就反映了他們這些錢用得很少,因為消費很弱 我都發現了,中國人是多數 那也可能是 香港人,之前有些人用五毛指,就當入扭蛋機 搞到日本要出一些告示,千萬不要這樣做,如果不是報警 說了很多硬幣,又想說紙幣 我記得台灣最大的有新聞,就說我們要去到蔣宗正 我們不要再用蔣宗正的頭去做紙幣 有些人就說,印刷成本很貴 你現在喜歡將它換了那些紙幣 開始有些人就計數,原來台灣每一年印很多新錢 基本上你就算換了一種新型紙幣,成本不是增加很多 主要的原因跟香港一樣,就是台灣人派利是很喜歡用新鈔 所以他們每年都會印大量的新鈔 然後是去貸款舊鈔,給一些人去派利是用 OK,那個問題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我看的 其實他們到最後都計算了所有的數目出來 最大的問題就是做了新版,做了什麼,是要錢的 那些東西是幾億元 所以大家就批評了,其實當然是一個政治問題 一個就是,為什麼沒有那樣,那樣 另一個就是,這樣就叫人民反對 那就不如順手去說 其實是將一個,本來是很小事的 你就變成了一個政治鬥爭 兩方面都應該是很小事的 原來我們有很多的傳統,都是增加了這個駐幣成本 我們因為喜歡用一些,其實不單是香港 例如我看過,瑞典人是其中一個國家 最注重銀紙的整潔和乾淨程度 所以他們每年都要不停翻譯銀紙 因為有少少東西髒了,那些銀紙就不用了 就寧願印章成本 我想應該這樣計算 我看我們心目中最逗例的,當然是中國那些 人民幣,人民幣一百元不差 人民幣一百元不差 人民幣一百元不差 人民幣一百元拿到一塊,人民幣一小單位才差 大單位一百元普通來說不差 因為始終你一個駐幣有成本 其實如果你的銀紙這麼新就回收 你的駐幣成本就很貴 所以人民幣,你將駐幣一百元 雖然當然沒有日本製任務 但你都很少見到很巢 因為你值,你一百元面值這麼大 那當然是值得去亂印多些 就是Renew會快些 最後當然,亦都說紙幣 其實我們剛才說的蠔紙 現在很多店舖都不收 現在反過來,大額的紙幣 其實很多店舖都不收 先不要說這間500元 好像已經會慢慢被非優 或者印度就不會再印大額的紙幣 因為怕你洗黑錢,或者非法用途 現在香港也有很多店舖 就因為十多年前曾經出過一宗偽鈔的新聞 就說中銀有某個年份的一千元 就是被人犯人 所以日後就所有一千元 除非在大型連鎖的超金市場 和餐廳之外 基本上都是不能用的 每個人都要用五百元 譬如書籤我印證中最深刻 現在所有書籤都不收一千元 只收五百元 你說最少的蠔子油給你用 最大的一千元又不給我 現在收到一千元很麻煩 最後你也要入銀行 因為其實很有限的店舖 都願意收到一千元 所以我很懷念 在我小時候 那些陀佩佬大張五百元 一搭這樣 等於香港現在欠了幾十萬 一搭幾千元 但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每個人都要靠虛擬貨幣 即數字轉來轉去 你有什麼機會用到錢 你有什麼機會用到錢 你有什麼機會用到很大疊的紙幣 其實沒有機會用到 我記得我以前有個伯父 他封利是很大的 連連都封一千元 他說我連連都要去銀行 唱一些直板一千元 就是等那些小朋友 拿一千元的時候很開心 其實不值板很開心 當然是 但為什麼我覺得很慨嘆的一件事 就是 你一千元 現在因為到處都不收 結果在香港 最流通一千元的地方在哪裡 我觀察過了 最流通的地方 除了銀行 就是這個仙達 因為仙達 他們買賣iPhone的時候 實在太大了 所以就算他們不太相信一千元 最終每個都是一大疊一千元 但很諷刺的地方 譬如我買了一部iPhone 拿了八千元 但那八千元 你是沒有訂方可以使用 於是你又是 結果所有人都走去附近那間匯豐總行 不是總行 即是那間大的分行 每個都進入那些一千元 整個一千元的交易圈 就是這樣流通 我覺得我自己寫一千元最多的地方 當然是吃飯埋單 還有那個叫做 就是增值 因為你白日通增值 我周時去用很多 就是一千元 八百 用一千元去付錢 其實也有個心理壓迫 每次用一千元 現在五百元都少了 以前五百元都會 就嚴絲地嚴 肯定是錯的 肯定是假的 即是我這一種很不開心 好像被人當產的感覺 也是我不相信一千元 第一就是我會給我身分證 我說你差低了我身分證 是 即是你不要嚴 我會這樣的問題 當然是你嚴絲 都很難怪他 我們都經常被人當賊 好 這一集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